HELLO 大家好 睽違一年的時間 我們又再次到松菸 要來參加自己印你的市集 今年主題聽說是挺有趣的啊 沒有錯 它主題上過 紙膠病文具症專門鎖 所以它現場餐位是擺了四排 這四排分別是 分成上午枕、下午枕、夜間枕、還有特殊枕 非常切合主題 真的跟主題非常符合 我順必是要整密地來逛一把啦 所以就和去年那種 比較隨性隨意逛的風格不一樣 今年呢我有先做 整密的規劃 先蒐集好一些設計師的新品 還有位置在哪裡 先逛了逛我個人的重點攤位之後 再來一條一條的好好尋 那這一次是開放 在上午九點半就開始發號碼牌了 我拿了一個三百多號 就算是今天這種天氣啊 不太穩定的情況下 現場還是排了長長的人龍 你應該是第一批吧 所以人潮應該還沒有到爆炸 按這次主題非常有趣 是紙膠病文具症 離婚這種症候群的人呢 他會因為我沒有辦法購買到紙膠帶新品 感覺到內心的不滿足和恐慌感 我想我對面的女子就是中了磁塊病症 是的 那為了避免自己在發病的時候 會過度修費 所以這一次呢 我有設定自己的購物上限 沒有想到是秒他妖 那我們就離開來看看 錢錢們變成的酷東西吧 第一個系列是 茄子先生 首先來看到這一卷片花 那先前在網路上販售的時候呢 我都沒有搶到 所以為了這個作品呢 我這一次排了非常長的隊伍 那我們看到這一邊啊 每一格小小的畫面啊 都很有藝術氣息 旁邊這一種孔狀的空白 看起來就很像底片 那圓標貼紙啊 就類似我們一種 早期電影的膠卷鐵盒 整體搭配起來 真的就像是文藝電影裡的場景啊 那第二卷呢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他這一次出的新品 叫做書報廷 在泛黃的舊報紙上面啊 承載了許多資訊 帶有一種舊時代的復古感 那我想一想啊 那我的館藏裡面啊 就比較少這一種 帶有復古感的東西 所以就把它收了回來 那接下來這項產品呢 可以說是意外的收穫 那它現場呢 設有那種日式的搖槳機器啊 搖到某一個區間的號碼 它各自對應到三款不同的台語印章 它有請說台語 媽祖托夢以及歹戲托棚 那我同事和我呢 都很想要這個媽祖托夢 所以我是請他 就搖了一把 沒有想到一搖就中耶 真的是 還好不是你搖的 還好不是我耶 真的真的 第二個系列是 末代誌 我們來看到這兩卷 比較高大圓圓的作品啊 是來自末代誌的點讚系列 它分別是炫燦還有雪橙 這是第一次見到的新夥伴啊 沒有錯 其實在之前的市集呢 就已經有看到末代誌的攤位了 可是每一次的人潮都非常的長 所以就先放棄 原本想說呢網路上購買也OK 但是就一直和它沒有緣分 所以想說這一次就來好好的排隊購買 那我入手這兩款呢 都是做燙金的處理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卷是炫燦 它是盒子的材質 搭配我最喜歡的彩色漸層 它用在一些喜慶 或者是在節慶方面的拼貼上來說 那應該是非常的妥當的 好那再來看到的這一款是雪橙 它是在描圖紙的材質上呢 加入一些白色的圓點 這感覺可以用在冬季 或是浪漫主題的拼貼都很棒 沒錯 那在現場呢 除了這樣子的紙膠袋之外呢 它還有很多印章系列 以及扭蛋印章 但我這一次呢 是把主軸放在紙膠袋上面 所以呢 像這樣可愛的印章 我就先忍住了 逛個市集 簡直就像是對人家辛苦 第三個系列是 樂意 這一次樂意攤位的購買方式呢 是我第一次的體驗 那現場呢就會發上這樣子的菜單 我們可以先看展示品之後 再勾選你想要的一些品項 勾好之後拿去幾張櫃台 再等他們包裝好領貨 所以呢 我就是在這個前幾天啊 就預先想好說我想要購買哪一些商品 這樣其實很聰明 可以節省時間和舒緩人潮 那我們就來看到購買的作品部分 首先要看到的呢 是我先前網路上就已經觀望好一陣子的玉色 它從柔嫩的紫色粉色一直慢慢出現了黃褐色的油加利液 它整體配色呢就是十分的優雅而且很有氣質 它使用起來的話應該比較偏向高雅溫柔的風格 有機會的話就要立刻嘗試一下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兩款這一次的市集新品 首先看到的是這一款毀花 和我們先前購買過的簡花還有煙花 有一點類似 都是那種透明色系的花朵 那從先前我們卡片手作的影片啊 已經可以得知這個系列是 手禪像我這樣子的人都可以美好上手的好物 所以這一回新品我就再一次購入了 這款作品它的花朵是用水墨的方式來呈現 看起來啊很薄透也很秀氣 未來有機會的話我會想要嘗試一些古風的創作 那說到古風呢就和第三個作品也有點關係 這款叫做古色 這裡頭的山茶花和繡球花 顏色都很飽滿又帶有一點點的深塵 它也是一款很優雅又古色古香的設定 那我先前在設計師的直播裡面呢 有聽到很有趣的小故事 是在天龍八卜裡面呢 王夫人居住的曼陀山莊 裡面種有曼陀蘿花 那其中一種白底 然後紅色條紋相間的這一種抓破美人臉 這裡有 在這一款轉印貼紙叫做柱夏 它裡面呢包有六種紙膠袋上面的花卉 所以說如果您的銀彈不夠 又想要搜集多一點的花卉作品的話 可以先入手這一款 最後呢是如果在攤位上消費滿一千元 就可以獲得這個月計畫的拼貼卡 那我剛好就插了這麼一點點 所以呢我就決定要來扭一顆彩集美好的影裝 讓我們把它剝開來 它這個就是有七款加上一款隱藏版 那我們來看一下抽到的是什麼 是個隱藏款 這一雙東西 哇 哇 厲害 那至於消費滿額的抽獎呢 我是一如既往的只抽到明信片呢 真是不意外的 哈哈哈哈 最後的系列是 Maluko小畫室 在我近期開始比較深入投入到拼貼的世界裡面之後呢 我會覺得在目前既有的使用技法之外啊 應該要有多一些可以當主導的產品 可以讓整個拼貼作品更有故事性 所以在IG上滑到我必買清單當中的 Maluko小畫室 出了這一款小動物和服之後 我覺得它一定要跟我回家 動物們擬人畫穿衣服其實就是很可愛 不管是怎樣的時代喔 沒有錯 而且我個人很簡單就是 只要有兔子我先給讚 而且和服的花樣、紋飾它都很細膩 無論是要搭配像花朵啊還是單貼起來 它營造出來的氛圍都會很精緻和豐富 所以我是完全想不到你不買這一款的理由 接下來這一卷叫做 松鼠學校 是認真在上課而且還有參加社團小松鼠欸 平常要找這一種學霸系的奮發小動物紙膠帶 應該是還蠻不簡單的吧 所以如果您很享受或是懷念校園生活 又或者是喜歡像三角板啊 齒龜還有墨水這類用具的話 那這一卷紙膠帶可以滿足對於 校園生活的一些勾勒和想像 那現場消費還送這一張松鼠學校的燙銀明信片 燙銀的內容是什麼 是可怕數學公司嗎 這些松鼠太深度了 很有學問了 最後的最後我們可以看到市集還有消費滿額裡 我個人有換到的是 像這兩張主視覺的貼紙 還有紙膠帶的鑰匙圈 以及轉印貼紙 還有空白的紙膠帶卷 以及三卷限定款紙膠帶 真的又是荷包空空空 你滿滿的一天啊 其實它現場啊 如果你消費滿五千塊的話 你還會有市集專屬的紙膠帶 是很棒啊 但是你知道我們現在消費就是要 謙卑一戴謙卑一戴謙卑 哇真謙卑 我覺得你的臉用這個路來代替我就好 哈哈哈 是嗎 yuhuu 感謝您收看今天長長的開箱文 如果你也有去市集股 你想分享自己的收藏給我們的話 都沒有 嗯 如果你有任何建議或問題的話 都歡迎在IG或是頻道留言給我們喔 訂閱按讚分享期 藍鈴鐺開起來一起讓錢包 叮叮叮叮 好的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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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想請說 喜歡你 rez 摩診 摩診 你的 人